好 镜头来看到花莲的南区 由玉里镇篮球委员会办理的第一届 花东快速杯篮球赛 7月27、28、29号三天是热闹开打 27号呢办理了开幕典礼 那么主委表示原本是很担心 台风过后的交通不便问题 会让部分的队伍却步 不过这46队的全队来到了玉里共襄胜举 也借此比赛来关注花东快速公路交通的议题 抢球投篮三分入带 这是玉里镇篮球委员会办理的第一届 花东快速杯篮球赛 27号在玉里国中体育馆热闹开打 让大家知道说花东快速杯这个议题 然后也希望说大家都参与这项活动 然后全民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健身 然后以及带动花联线上的阵上的一些经济发展 今年总共有46支队伍参赛 并且来自北中南东部地区热爱篮球的队伍来参加 在台中工作的玉里人带着自己台中的朋友 一起横跨半个台湾来到玉里 不为交通不便以及大风雨就是要来打篮球 台中这一票朋友他们也是很 对篮球是很热爱 对花联玉里这地方他们也是很喜欢 他们就借酒球赛的机会来花联观光顺便来玩这样 即使台风天但是交通只要有通的话 他们还是一样会来的这样 非常重视交通议题的县议员林玉芬 中速镇金淑敏也都到场来关心 一直以来以交通法案命名的篮球赛 也非常认同比赛的精神 一年一年的打 至少要把我们的花联快速道路给打通了 来造就我们花联跟台东这样的拉近距离 同时拉近全台湾的交通的距离 这就是我们大家地方的诉求 玉里镇篮球委员会表示 过去办过八通关杯 玉长杯等以交通法案名称来命名办理比赛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花东地区的交通议题 让花东地区的交通能够更快速的与外界连结 进而提升当地的经济跟观光发展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